欢迎收看谦韩的晚间课新闻 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台股进入财报乱流 四类股有机会 昨天因为美国晶片法案 顺利通关参议院的程序性投票 台股半导体股走势票汉 另一方面市场却传出 润泰集团受到南山人寿拖累 第二季禁止恐大缩水 引发恐慌性脉牙出笼 有专家指出 目前散户信心还未完全回笼 不过这波反弹 融资余额仅增加28.06亿元 增幅1.49% 远低于同期间台股5.61%的涨幅 有利于行情继续弹升 但第二季财报面对大陆封城等冲击 预期接下来财报季公布的数字会相对保守 因此法人认为本周进入第二季财报效应的乱流区 选股除了跟着国安基金 台积电相关股票如瓶盖股 高速运算 车用 物联网等也可以多加留意 以上资讯仅供参考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多加留意哦 课新闻我们下次见啰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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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ood Night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